办公室被抹按十项包围 再往里面走几个设计师盯着一幕 绞尽脑汁 可他们却不觉得辛苦 你一定有兴趣 你才会有耐心坐下来 好好的一直坐 不然谁坐得住 设计这份工作最主要就是兴趣 然后我觉得有能力 其实很早就可以下班了 要像他们一样靠兴趣吃饭 可能有点难度 有网友在PTT上爆料 朋友面试了36家设计相关公司 不过起薪超低 还只有四间有加班费 而且还有公司要求 一个人要当三个人用 薪水还只有21K 这样的说法却被设计师打脸 可能是他能力太差 这名网友还表示 朋友到游戏行销公司面试 面试官要求回家做份平面广告 再决定是否通过 难道是把面试者当作面试员工吗 公司可能看到能力太差 我会直接告诉你 你不行 可能我们常加班 我打发你 你没有想法 你今天三天五天一个礼拜 没有一个好的想法 那是零 产值是零 对公司而言 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遭酸是讨拍刷存在感 不过湘敏是一片岛 认为在台湾做设计 他也不值得 还有人大赞他很有勇气 甚至加码爆料 有些公司不允许加班 不过事情一样要做 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求一个磨练的机会 然后牺牲了原本该有的福利 这样子 网友说法引发回想 不过设计业十年磨一件 在追求报酬的同时 还是要看自己的专业程度 东森采经新闻 陈和平六字腾台北报道